第六章的部分是这整个学期 这个学期里面最不好懂的一章 第六章是我们整学期里面不好懂的一章 那也是我们第二次考试的一个重点范围 所以麻烦各位记住上礼拜所讲的 一分钟两块钱 就上礼拜所讲的一分钟两块钱 在这学期呢 如果你想要翘课的话 觉得不翘课不像大学生的话 麻烦不要在未来的一个月内翘课 尽量不要在未来的一个月内翘课 否则你会后悔 你会后悔 因为课本那边写的真的不好懂 这部分的观念也不好懂 黑板上面呢 是我们上星期呢 跟各位讲的部分 那上星期呢 因为讲义没有发给各位 所以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来复习一下 那现在呢 我们有这么一个Formulation 这是我们的Formulation 那我当然为了空间起见 我把那个非复现知识省略掉 但你看讲义的六支一页 上面有些非复的现知识 这是我们的一个LP的问题 那对LP问题呢 我们今天对每个限制是 我们都给它一个陈述 第一个限制是Y1 第二个Y2 第三个Y3 那这个陈述我们上星期讲过 它必须要大于0 因为不等式的两边各乘上一个大于0的数字 不会改变这个不等式 不会改变这个不等式 所以Y1 Y2 Y3都是大于0的 大于等于0的 乘上它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掉它 那现在我们想象 我们想要来预估 我们今天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去求解 我们不用simples去求解 我们想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来估计一下 我的最佳解 我的Z star 目标值 大概会是多少 我想预估一下 我的目标值大概会是多少 好 那我们今天目标值 可以写成三分之五乘上 里面这一项 这一项是什么东西 上次说过 这一项刚好就是第二个限制式 第二个限制式 那你说这个不等号小5等于会成立吗 当然会成立 因为对X1来讲 三分之五乘上5是多少 是5 那目标是4X1 4又比5小 是OK的 然后呢 第二个三分之五乘上X2 目标是1 1又比三分之五小 是OK的 所以上次呢 我跟各位介绍 为什么这个小于等于呢 会成立 那当这个小于等于成立之后 这个括号里面是第二个限制式 第二个限制式是小于等于55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目标是会小于等于三分之五 乘上55 等于三分之275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不用去求解新Plex 我们也知道原来问题的目标值会比小于等于三分之275 那当然这只是一种估计方式 我们也可以换别的方式来估计 目标值小于等于这个是第二个限制式 这个是第三个限制式 它小于等于第二个限制式加上第三个限制式 那如同前面所说过的 你把它加在一起比较目标式的这些系数 你就会知道这个小于等于其实是成立的 上礼拜讲到这里 那如果这成立的话那小于等于55加3等于58 那换句话说 今天我们对我们的目标值 我们做了两个估计出来 一个是目标值会小于等于三分之275 一个是目标值会小于等于58 那现在就这两个吗 当然不止我们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估计出来 所以说呢把这两个呢 我们把它写成这个形式 可以看到这第一个 这个还是目标值 小于等于0乘上B1 B1是什么 B1是1嘛 B2嘛55 B3是3 那为什么是0 在第一个估计里面 我们就三分之五乘上第二个限制式 第一个限制式有没有用到 没有 所以当然是0乘上B1 第二个呢 三分之五乘上B2 三分之五 B2是多少 55嘛 你看三分之五乘上55 所以三分之五乘上B2 第三个限制式 在第一个估计 也没有用到 所以0乘上B3 那我们第二个估计呢 用到的是第二个跟第三个限制式 所以看到 1乘上B2 1乘上B3 那对第一个限制式的B1呢 当然就是0 因为我们还没有用到它 那这种写法 会不会就两个 刚刚说过 不可能 你会有很多个 所以点点点 代表很多种这种写法 那这个0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 所谓的乘数 Y1 对不对 我们Y1乘上多少 乘上0嘛 没有用到它嘛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Y2 第二个限制式的乘数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第三个乘数 所以说呢 在第一个估计里面 Y1我们用0 Y2用三分之五 Y3用0 在第二项估计里面 Y1用0 Y2用1 Y3用1 这是它的乘数 好 那现在我们的课题在哪里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说 Y1 Y2 Y3 它的值 为何 它的值 要是什么东西 Y1 Y2 Y3 到底等于多少 第一个估计 Y1等于0 然后三分之五等于0 第二项估计 Y1等于0 Y2等于1 Y3等于1 那现在你说很多种 那很多种的时候 我Y1 Y2 Y3的值 究竟要等于多少 Y1 Y2 Y3的值 究竟要等于多少 会 使得 这个不等号 小于等于成立 会使得小于等于成立 那为什么要让小于等于成立 如果小于等于成立的话 我们才可以去估计 它的目标值 大概是多少 对不对 如果小于等于不成立的话 有能估吗 当然不能估 所以我们希望要让它 Y1 Y2 Y3的值 究竟等于多少 会让小于等于成立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它要怎么来算 我们目标是 把它算出来 Z star 等于4X1 加X2 加5X3 加3X4 是我们的目标是 那现在 我们希望 这个小于等于要成立 我们希望小于等于要成立 那小于等于成立的话呢 Y1 Y2 Y3等于值多少 我们就来看看 Y1 是乘上代表 第一个限制式 Y1代表第一个限制式 Y1乘上 第一个限制式 加上Y2乘上第二个限制式 加上Y3乘上第三个限制式 乘上第三个限制式 你比对黑板左边的 你看 这边来讲 Y1是不等于0 Y2等三分之五 Y3等于0 第二项估计 Y1等于0 Y2等于1 Y3等于1 那现在这是两个范例 那Y1 Y2 Y3多少 不知道 但是我们先用什么 演数 位置数 Y1 Y2 Y3来表示 那现在 我希望 让这个不等式 小于等于0成立 请问一下 它怎么样才会成立 它怎么样才会成立 X1的系数 等号 不等式左边的 要比较大 比较小 比较小 不等式左边的 要比较大 对不对 好 我们先看不等式 左边的 系数多少 4 要小于等于多少 X1的系数 是小于4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不等式 我们看不等式 好 这个在讲义的 第一页的 最下面 帮各位写好了 好 那X1的系数 有多少 X1的系数 好吧 Y1 这个呢 5Y2 对不对 5Y2 第三个呢 减Y3 是不是要这样成立的话 不等式才会成立 如果Y1加5Y2减Y3 大于4的话 这个还成不成立 就不成立了嘛 就不成立了 所以Y1加5Y2减Y3 要大于等于4 好 同样的我们看 X2的系数 X2系数是1 1要小于等于 X2的系数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 负Y1加上5Y2 5Y1加上Y2 加上2倍的Y3 这部分在讲义的第二页 帮各位写好了 所以麻烦 你不用抄 翻到讲义第二页就可以 但是重点你要知道 为什么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看X3的系数 X3的系数是5 所以我们就看 不等式右边 所有X3的系数 负Y1加上3Y2 加上3Y3 第四个X4的系数 是3 3要小于等于 3Y1加8Y2 减5Y3 是不是这四个都要成立 对不对 是不是这四个都要成立 这四个都要成立的话 那这边的不等式 就会跟着成立 这四个都成立的话 这个不等式呢 就会跟着成立 就会跟着成立 好 那我们说过 Y1 Y2 Y3呢 可不可以是负的 不行 所以Y1 Y2 Y3 要大于等于0 它不能是负的嘛 是负的 它的不等式就会 样子就会不一样 所以它要大于等于0 好 那这是我们满足 不等式成立的条件 不等式成立的条件 好 那各位再来看看 如果这个不等式成立的话 如果不等式成立的话 那我们知道这个是第一个限制式 第一个限制式小于等于1 所以说我们可不可以写成小于等于Y1 为什么 就是小于等于1嘛 1乘上Y1 第二个限制式呢 小于等于55 所以是55乘上Y2 然后呢第三个限制式是小于等于3 所以变成3乘上Y3 我们是不是就得到这样子的估计嘛 那就如同这边有3分之5乘上55 那55加3等于58 好 那现在问各位 对于这么一个估计量来讲 你希望它越大越好 还是越小越好 你看吧 Z小于等于100 跟Z小于等于50 哪个有用 当然是小于等于50有用 对不对 它告诉你最佳解释 50以下50 59 58 这个告诉你199多少 没有用嘛 对不对 所以说比较没有用 所以这个东西能够估计的比较准 所以说呢 今天对于 这个是比较好的估计量 因为它告诉我们比较多的资讯 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估计量 对这估计量呢 你觉得越大越好 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所以呢 Y1加上55 Y2加上3Y3 这是我们的估计量 这个估计量 我们希望它minimize 越小越好 希望它是minimize 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的话呢 那这个我们换在一边 写大于等于4 可不可以 一样意思嘛 我们习惯这么写 那这个是 一个是大于等于1 一个大于等于5 好 那现在 这是什么 又是一个线性规划的问题 又是一个LP线性规划的问题 这个问题 跟原来的问题 有没有关系 非常有关系 对不对 那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所讲过的 要讲的 Dual problem 对有问题 这就叫对有问题 它本身也是一个 也是线性规划 Linear programming problem 它也是一个线性规划问题 但是它是不是跟 刚刚原来的 是对应的 是对应的 对不对 你看 是不是有相关 完全有相关 那原来的问题呢 那既然这个对应过来的 我们叫做Dual problem 是一个对有问题 那原来的问题呢 总要给它一个名称 原问题 我们总要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主问题 叫主问题 叫做primal 主问题 所以以后我们当我们写 讲primal代表 原来的问题 主问题 讲Dual代表它 对应的 对偶问题 有因又有阳 有上就有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们可以写成 对有问题出来 那大部分的书 没有讲 就直接呢 告诉你 对有问题 长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书呢 又讲一点点 但是用很复杂的讲法 非常不容易懂 所以我们设计这个讲法 那希望各位 可以帮助各位 可以了解 对有问题 究竟是怎么产生 它是怎么写出来的 那你仔细观察一下 primal 跟Dual 你可以发现 它们有没有相关性 非常的有相关性 非常的有相关性 哪有相关性 我写在这边 在primal里面 在primal里面 它目标式的系数 在primal目标式的系数 在哪边 在primal目标式的系数是 4 1 5 3 对不对 在primal里面目标式的系数 到队友问题 跑到哪里来了 4 153 4153 对不对 跑到right hand side 跑到等式的右边过来了 所以在目标式的系数 在primal主问题的目标式的系数 跑到队友变数的 什么 右边常数项 那么在primal的右边常数项 这不用操 这帮你打好了 都在上面 只是写成英文而已 你把它看懂 再加注中文 要不然看懂 你不用当场在那边写 英翻中 我们这门课叫做作业研究 不是英翻中的课程 所以各位上课的时候 不要很认真的 把这些中文的翻译 操在讲义上面 不要这么认真 把中文的翻译 操在讲义上面 不是在上英翻中 重点是什么 上课把它听懂 重点是上课把它听懂 听懂之后 你今天下课 或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 趁着你记忆犹新 把这个讲义拿出来 虽然上面写的都是英文 但是因为你记忆犹新 所以你就可以用中文 慢慢的一笔一画 用你工整的字体 写上任何的中文翻译 写上任何中文的注释 写上任何中文的说明 晚上把它写一遍 就当成是复习 这样子 今天的课 你晚上就复习完了 很快半个小时 就够你复习 有个先决条件 趁着记忆犹新的时候 过了两个礼拜 他出来看 这是什么 可以保证 完全都看不懂 你可以念嘛 T-H-E 都是26个字母而已 但是合在一起是什么 完全看不懂 所以你要把这门课学好 很简单 上课的时候认真听 空白的地方把它补进去 不要急着朝中文翻译 回家以后 趁着记忆犹新 看一遍 自己慢慢写中文注释 用你自己看得懂的话 说明给自己听 每天下完课之后 花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你就会变成 偶尔之神就是神了啦 没什么问题 没那么难的事情 好 第二个 primal里面 右边的常数项在哪里 右边的常数项 看那边 155 3 跑到哪里来了 155 3 跑到 度尾的目标式 所以右边常数项 变成目标 度尾里面目标式的系数 那 max变成面 这个很简单 看得到 对不对 小于等于 变大于等于 这个也没问题 那这一项讲什么 今天 在primal里面 在primal里面 所有限制式当中 某一个变数的系数 在所有限制式当中 某一个变数的系数 找哪一个 好吧 找se好了 找se 在所有这三个 functional constant 当中 se的系数是多少 se系数是在这里 15-1 对不对 15-1 15-1 到我们度尾 跑到哪里去了 15-1 跑到 这里来了 对不对 这是15-1 所以说在primal里面 所有限制式里面 某一个变数 叫se某个变数 它的系数 15-1 在对我问题当中 变成某一个限制式 它本身的系数 本来是直的一个变数 现在变成是横的 变成是限制式 你看s3 在这边 s3的限制式多少 负1 33 这是第三个变数 它的系数 在这边就变成 第三个限制式 它的系数 负1 33 所以说今天 把握这个原则 给你一个primal 你就有办法 把它的duer 把它写出来 把它primal给你 你就有办法 把它duer写出来 可以观察一下 你看第四个变数的系数是多少 38-5 第四个变数的系数 38-5 在这边就变成 第四个限制式的变数 38-5 所以这是primal 跟duer的关系 像不像一体的两面 完全像 像极了 完全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现在呢 我告诉你primal 会不会想像duer 当然会写 按照这几个原则 你就能够把它写出来 所以讲一第二页 有一些范例 各位练习一下 趁着我写黑白的时候 你自己呢 可以 在实力下练习一下 能不能按照刚才的准则 把duer对有问题呢 把它写出来 好 我们的primal是 5x1加上4x2加上3x3 我们有几个限制是 2x1加上3x2加x3 小于等于5 4x1加上x2加2x3 小于等于11 3x1加上4x2加上2x3 小于等于8 还有非负的限制是 它黑白写不下 所以省略掉 但讲述上有 这是我们的primal 好吧 你的duer怎么写 这种p叫primal 这是我们的对有变数 对有问题 那对有问题怎么写 按照刚才的 它有max 我们就是min 最大化对应于最小化 最大化对应于最小化 那第一个限制是呢 对应于第一个对有变数 y1 第二个限制是变成对应于y2 第三个限制是我们y3 所以主问题有三个限制是 我们在duer里面就有三个变数 如果这边有四个限制是呢 我们就有四个变数 主问题有五个限制是 对有问题就有五个变数 那现在呢 第一个 刚好三个对应y1 y2 y3 那目标是怎么写 目标式的系数 对应于主问题的 right hand side 右边变数向 所以五十一八 所以呢 5y1加11y2加8y3 目标式 限制式呢 它是小为等于 我一定要大为等于 先写来放着 对不对 它的right hand side呢 那一定是主问题的目标是 目标是五四三 好 这边就五四三 五四三 好吧 第一个限制是 x1是多少 二四三 所以呢 2y1加4y2加3y3 大于等于五 第二个 x2 3 1 4 3 x1加y2加4y3 大于等于四 x3的系数 122 所以12y1加2y2加2y3 大于等于三 当然最后不要忘了 y1到y3大于等于零 好 这样子你就可以写成 它的对偶问题出来 那课本后面有些习题 会给你primal 请你写出它的对偶问题出来 那我希望你们都要会写 我希望你们都要会写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 primal duer 那当然我们上课上 只用这两题 跟各位做个翻例 给你primal 你就可以写成duer出来 那课本后面的CT 有很多 这是基本的 就像说第一次考试 给你一个简单的叙述 你要能够写出它的LOP 能够用图解法求写 这最基本的嘛 那对第六章来讲 给你一个primal 你写出它的对偶问题 这也是最基本的东西 最基本东西 所以麻烦各位回去 好好练习一下 接下来麻烦各位看讲义的第三页 那刚才呢 我们只是用一些范例 用一些范例 来跟各位介绍primal 跟duer的关系 那我们把它写成通试 写成通试 会怎么样 就是他们第一次考试 我们通常都是习惯用数字 然后外考了一题 哇 都没有数字的 用很多变数 什么D多少 L多少 哇 当场昏倒 对不对 当场昏倒 因为我们没有练习过 但是在数学上 我们习惯还是要了解它的通试 所以各位看讲义第三页 第三页 对primal主问题来讲 它maximize z等于summation z等于1到ncjxj 累加起来 对不对 累加起来 你看这就是嘛 4x1加上x2 对不对 是个累加的东西 它限制是呢 写成通试的话 z等于1到n aijxj小于等于bi i等于1到n 那当然是xj大于等于0 j等于1到n 这是它的通试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对有问题呢 一样 可以把它写成通试 对有问题呢 我们用minimize 这边用z 我们对有问题习惯 用一个w 代表它的目标式 目标式的话呢 根据刚才的写法 你就可以知道呢 它是z等于 i 麻烦各位改一下 讲义上 这边写的是z等于1 应该是i i等于1到n 我说的是改哪边知道吗 改这个地方 讲义上 我把它打成是z等于1 打成z等于1 它是i i等于1到n 然后bi yi 限制式 就是把它写成通试的话 n y i要大于等于0 等于1到f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 primal 跟我们的do 那主问题写成通试 是这个样子 用summation的方式 把它写出来 那这是对有问题 那如果看不懂的话 回去把它展开来 很容易就可以看得懂 那如果呢 你要把它写成 矩阵形式的话 如果你要把它写成 矩阵形式的话 我帮各位写在这边呢 maximize z等于cx 限制式呢 ax小于等于b x大于等于0 这是矩阵的形式 一样 primal矩阵的形式 这个是summation的形式 那对有问题呢 一样 minimize w等于yb 限制式呢 是ya大于等于c y大于等于0 写成矩阵的形式呢 是这个样子 所以以后呢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或者 或许不会再用数字 我们告诉你 我们用通识来看 因为我们所要发展的一些理论 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所以要么我们用summation的形式 要么我们用矩阵的形式 所以各位呢 要习惯看一下 习惯看一下 这两样东西 好 那讲完这些 对有问题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 对有问题的一些特性 对有问题的一些特性 好 那有时候同学会问我说 我们今天干嘛这么麻烦 为了估计他的目标是 弄个对有问题 告诉各位 今天弄个对有问题 他的目的不是要估计 他的目标值 只是我这样子讲 可以让各位理解 对有问题是怎么样的含义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 对有问题 他的真正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让你估计 我主问题 他目标是会想要等于多少 这不是他的目的 我只是用这个手法 用这个范例 用这个切入点 来跟各位介绍 primal跟度我的关系 要不然你看到书写 什么目标是就等于常数项 右边常数项等于目标是 看看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要这样 我只是透过这个估计目标值的方式 让各位去理解 主问题跟对有问题 他们之间的关联性 我的目的在这里 这是我想出来 我觉得最容易能够理解 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方式 好 那讲完了primal dual 这两个呢 你都知道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他们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我们要讲叫做 wake duality property 所谓弱的对偶特性 有弱就有强 所以大部分讲什么叫强 有弱就有强 第一个来讲的就是 所谓叫做wake duality theory 那这个东西呢 在讲什么 它说 如果 x为 primal feasible 可行 如果x呢 是主问题的一个可行解 y呢 为 对我之 可行解 我黑板上写的 有时候是中英文文章 有时候翻译 有时候难得写 就超英文 听比较重要 所以x呢 是主问题的可行解 y呢 是对有问题的可行解 这时候 我们会得到一个特性 叫做cx 小于等于yb 会得到cx 小于等于yb 也就是x 如果是 主问题的可行解 y是对有问题的可行解的话 cx 小于等于yb 什么叫cx cx是什么 cx在这里 cx 主问题的目标是 yb呢 对有问题的目标是 也就是说呢 主问题 之目标式的值 目标值 目标式的值 简单叫我叫目标值 会小于等于 对有问题的 目标式的值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x是主问题的 一个可行解 y呢 是对有问题的 可行解的话 那么主问题的目标 式的值 一定会小于等于 对有问题目标式的值 也就是 假设这个是 主问题的目标值 这个是 对有问题的目标值 主问题再怎么样 都一定怎么样 对有问题目标值 一定比主问题的目标值 还要大 也就是 假设我们今天 全班分两边 这边叫做主问题的可行解 这边呢 叫做 对有问题的可行解 我这边随便拿一个出来 这边呢 也随便抓一个出来 比较目标是 对有问题的 一定比较大 一定会赢 所以是 条件是可行解 不要忘记 可行解 这边都是主问题可行 这边是对有问题可行 我随便抓两个出来 比较他的目标值 随便抓一个解出来 再抓一个解出来 比较这两个解的目标值 对有问题的目标值 一定会比较大 会大于等于 这叫弱的 对有 对有问题 合不合理 当然合理 当然合理 那为什么合理 当然合理 要不然不会写在书上 我们今天不会教 所以当然是对的 那为什么它合理 想想看 你要怎么去证明它 或者你要怎么去说明它 你看看这边 刚刚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帮各位复习的 有没有说明这一点 Z小于等于什么 Z小于等于三分之五 乘三五十五 Z小于等于五十五 对不对 然后这边 我刚插掉了 还记不记得 我刚写些什么东西在上面 这边我插掉的部分 还记不记得 我写了什么东西 如果忘记的话 麻烦各位翻到讲义的 第一页的最下面 如果忘记的话 忘记我在 刚刚那小黑板的右边 写些什么东西的话 麻烦各位翻到讲义 第一页的最下面 最下面的话 我有没有一个 Z star等于四X1加上 X2加上五X3加3X4 有没有 然后呢 小于等于Y1乘上这个 加上Y2乘上这个 加上Y3乘上第三个限制 4 然后小于等于 Y1加上55 Y2加上3Y3 有没有 我们在第一页最底下 不是有这么一个式子吗 那刚才我们在讲第一的时候 各位都点头 对对对对对 都听得懂 好 那听得懂就结束了 这个是什么 Primal的目标式 对不对 这是Primal目标式嘛 这个呢 问题的目标式嘛 那不就解释一切了吗 Primal的目标值 一定会小于等于 对有问题的目标值 所以在用第一页的方式 其实已经帮各位说明 这个所谓的weak duality 其实是成立的 是正确的 我们在第一页底下 其实已经跟各位看到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 不够爽 觉得这样子不像证明的话 就证明给各位看 这证明其实非常的简单 课本上面没有证明 只是讲一讲而已 那如果觉得这样不过 也不要证明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看吧 这是什么东西 在这里啦 主问题的目标是 主问题的目标是 我可不可以把它写成呢 小于等于 我可不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那你说 写成这样子怎么看 你就一个个比较嘛 simension j到n没问题 sj sj有问题 所以呢哪边不一样 cj 跟j相不一样 那今天我要小于等于成立的话 就代表 就代表 cj要小于等于 这一串 请问cj有没有小于等于这个 如果我要这样子能够写的话 这个层面群一样嘛 sj都不动嘛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要能够把写成这个小于等于的话 是不是代表 cj要小于等于 框框这一项 成不成立 成立啦 那你们看 cj是不是小于这一项 是不是就是这个 是嘛 对不对 看cj小于等于这个嘛 所以这是对偶什么 限制式嘛 对偶问题的限制式 这个是对偶问题的限制式 如果忘记的话 看黑白右边这个 看对偶问题的限制式 所以这个小于等于呢 是成立的 那成立的话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simension 换个位置 有没有影响 没影响 所以还是等号 说把simension i等于1到m 提到外面来 然后呢 j等于1到m 放到里面去 可不可以 可以 然后呢 aij不变 那把x放到里面来 ya放到外面去 可不可以这样子写 当然可以 没有影响 simension跟变数 可以换一下位置 没有影响 我可以这样子写 刚才是先simension j嘛 然后再做simension i 我先simension i到simension j 那j的话sj放进去 y放出来 好 这个我可不可以等于 我可以等于这样子 怎么看 i等于1有了 i等于1到m 这个有了 y i 这里是yi 差在哪里 如果要它成立的话 这个simension aijsj 要小于等于bi 对不对 要成立的话 我这个不等式 才会成立 那simension j等于1到n aijsj 有没有小于等于bi 有 在哪里 主问题的限制不就是这个吗 对不对 所以限制不就是这个 好吧 我们证完了没有 证完了 为什么 这不证完了 这一块是什么 看那个黑板 这一块不就是 对有问题的目标式吗 这一块是什么 主问题的目标式吗 所以弱的对有定理 它是成立的 所以week duality 它是成立的 你要正式的数学证明 就这样子证 就这样子证 两行都结束 那你要从第一页的那个推论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从第一页的推论 也可以看得出来 不是那么困难 不是那么困难 所以讲完这个弱的对有定理 你其实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primal找个可行解 如果找个可行解 告诉我们什么 对有问题的目标值 一定会大于等于 primal的目标值 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重点不要忘记 它要什么 可行 这个要可行 如果一个可行 一个不可行 成不成立 定理不成立 不成立 一定要可行解 如果可行解的话 对有问题的值 一定会大于等于 主问题的目标值 这个东西叫做 week duality property 那接下来 我们有个小小的推论 再小小小的推论 就是说如果 primal is feasible and unbounded feasible and unbounded 就是主问题呢 它的可行解 去是无限大 它的目标值呢 也是无限大的意思 如果primal is feasible and unbounded 就是primal的最佳解是 不存在 为什么不存在 因为它是无限大了 无限大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就是说 今天primal的解 其实是不存在 因为它无限大 在这个时候 dual为 infeasible 不可行 对有问题一定会不可行 合不合理 合理啊 我们刚刚说过 对有问题的值 一定要在上面 primal的值 一定要在下面 就primal的值呢 无限大 大都不能再大 你有没有办法 找到一个值比 无限大还要大的 找不到 所以不可行 就这么简单而已 刚刚讲过 dual在上面 primal在下面 当primal的值 无限大的时候 对有问题 因为我们无法 找到一个值 比无限大还要大 所以对有问题不可行 因为 无法 在 dual中 找到 一个 没办法 找到一个目标值 它能够大于等于 无限大 没办法 没办法 找到一个目标值 大于等于 无限大 大于无限大 没办法比它还要大 那不就是不可行吗 不可行 所以它基本上 是这个意思 好 那接下来 有强就有弱 对不对 那现在既然有一个叫做 Wake Duality 一个Wake Duality 那么我们现在就刚刚帮各位介绍 什么叫做 Strong Duality 跟各位讲 这两个还是最简单的 真正难得快要开始 可能是礼拜四 还要上课 礼拜四先上课一半 再考试一半 不要忘记 礼拜四不是五十分钟 都要拿来考试 礼拜四我们先上个二三十分钟 再考个二三十分钟 范围呢 第五章 Revise Simplex 还有Fondamental Insight 所以你要知道 Revise Simplex怎么算 你要知道 Fondamental Insight是什么东西 好 什么叫Strong Duality 千万这个个月不要敲课 良心的劝告 X star为 Primal的最佳解 Y star为Dual的 两个都是什么 最佳解 那么 这目标是会一样 如果X star是Primal的最佳解 Y star是Dual的最佳解的话 7X star等于YV star 也就是Primal之目标值 等于对有问题的目标值 那这其实是 在更进一步来讲 我们在 Wake Duality RAW的队友 电力里面 我们告诉各位 任选两个可行解 Dual一定在上面 Primal一定在下面 对不对 然后呢 Primal是一个什么问题 Primal是一个Maximized的问题 拼命要往上 对不对 Dual是一个Minimized的问题 要拼命往下 一个在上面 一个在下面 一个拼命往上 一个拼命往下 当这两个地方重叠的时候 就是最佳解发生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 所以再讲一遍 今天如果我们是 随便拿两个解 都是可行的话 Primal拿个可行解 对有拿个可行解的话 随便各拿一个可行解 那么对有问题的值 会在主问题值的上面 大于等于他 但是如果我在主问题 拿到的是最佳解 那么我在对有问题 拿到的也是最佳解的话 这时候他们两个值 就会刚好一模一样 会刚好一模一样 更进一步 所以为何之说 各随便拿一个可行解 各随便拿个可行解 那他们的值 一个在上 一个在下 大于等于的关系 那么如果两个都是最佳解的话 那他们的目标值就会 目标值就会相同 目标值就会相同 那么根据这个呢 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个 一个推论 在第三页的最底下 最底下 这推论就是说 当 对方 好 primal g dATHER 好 プrimal 至少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不是最佳解的时候 那么我们其实是Cx小于yb 小于yb 本号只有邦两者均为Aptimo的时候才成立 这是个推论 这个推论其实从三米也可以很简单的看出来 这个推论什么意思呢 我们今天刚刚说过weak跟strong duality weak是说primal哪个可行解 度我哪个可行解 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关系是 都有问题要大于等于primal的目标值 那如果这个是最佳解 这是最佳解 那么它就会一样 那其实它就在隐含什么事情 如果我拿到了这两个解 其中有一个至少有一个不是最佳解的话 我这边抽一个出来 这个抽一个出来 如果这两个有一个不是最佳解的话 其实Cx是小于等于yb 对有问题的值 一定要大于主问题的值 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个不是最佳解 那你说我weak duality 我只是随便拿两个可行解嘛 是不是最佳解 不知道 也许拿到两个都是最佳解 所以呢 等号会成立 那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个不为最佳解的话 那么就是不等式而已 小于而已 没有那个等号 那等式什么时候会成立 就当两个都是最佳解的时候呢 它才会成立 就当两个都是最佳解的时候 它才会成立 好 我们这节课上到这边 荧幕上放的 已经发给各位了 我特别加工把题目跟解答放在一起 那我稍微讲解一下 那当然这个没什么好讲解的 你不可能再把那个题目整个再算一遍 我们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第一题呢 很简单对不对 有一个保险公司 有两种产品 第一种赚五块钱 第二种赚两块钱 你管它什么 Special Risk是什么 你管它Motivate是什么 只要知道 一种赚五块 一种赚两块 那接下来呢 你会知道说 看到这个 Workout Available就知道是什么 资源嘛 有两千个单位 八百个单位 一千两百个单位嘛 看这个表 不用看文字也知道什么 限制嘛 第一种产品要用到三个单元 第二种产品用到两个单元 然后对第二项资源呢 第一种产品不用第二种产品用一个单元 第三种资源呢 第一种产品用两个单元 第二种产品不用 写一个Formulation 很难吗 Formulation长成这个样子 你说这四分该不该拿 这个跟我们的Windows没两样 对不对 这跟我们的Windows那范围有两样吗 没两样对不对 只是多一个限制式而已 好吧 这四分不拿对不起我 对不对 好 再往下看 请用图解法求解 很难吗 把这三个限制式 加上两个非复的限制式 在第一项线 把这个三个限制式画出来 然后再把目标式画上去 切到最后点 这个可行解区域 跟我们的Windows的范例 像到不能再像了嘛 对不对 好 像到不能再 一样都是三个限制式 好 忘记了 Windows也是三个限制式 这是三个限制式 你看可行解区域像不像 像 只差在哪里 我们Windows刚好是叫在这一点 它叫在这一点 这有什么难的 好 所以呢 图解法求最佳解难不难 不难 所以这三分该不该拿 该拿 好 应该给我拿七分了嘛 最后这三分呢 问什么 他说请问最佳解 请什么 他说请确认最佳解 怎么确认 请用代数的方法 看看说今天最佳解 是跟哪两条限制式有关的 把它求解 这题还要做吗 最佳解在哪里 最佳解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他是由哪两条限制式交汇而成 第一个是这条直的 直的叫做2x1等于1200 还有一条呢 这个斜的 斜的叫做3x1加上2x2等于2400 二元二次连立方程式求解 会不会 而且还不用带算 这个没有 x2 直接一除x1就等于600 600带进去 x2等于300 300说 跟刚才图解法一模一样 你说这10分该把全拿 该全拿嘛 对不对 这个只要上完我们第一个礼拜的课程 这个10分就该有了 不应该错吧 错的话去想想看 你怎么会错呢 你错的话对得起我吗 不应该错啦 真的是不应该错啦 错的话只能说自己出心了 第二题 15分嘛 限制式长成这个样子 几条限制式 一条两条三条四条 加上两个非复限制式 不过四条 真正要画的不过几条 两条对不对 再画两条 好 题目A做什么 证明它是 证明可行解区域 昂帮的无界 拜托 你把它这四个画出来 就是无界了嘛 对不对 还能怎么样 四条限制式画出来 很难吗 这叫四分 画出来长成这个样子 你看右边 没完没了 叫做无界 就这样子而已 他说 Demonstrate the feasible region is unbounded 就把限制式 画出来嘛 画出来看 长成这个样子 好 无界 就无界啦 结束 你看四分拿到 B 比较麻烦一点 对不对 哪有麻烦 B告诉你 目标子叫做 Z等于负X1加上X2 目标子等于负X1加上X2 负X1加上X2 画出来斜率 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画出来斜率 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好 那你把斜率 你把这条目标式的斜率 画出来之后 然后就开始移动嘛 看我是往这边移动 还是往这边移动会增加嘛 那现在我目标是 是负X1加上X2 往哪边移动会增加 往这边移动目标是会增加 还是往这边移动目标是会增加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 你就随便找两个点嘛 对不对 你如果不晓得说 我往左边移动会增加 还是往右边移动会增加 怎么办 往左边移动到 不能再移动 就是这一点嘛 往右边移动 它这样总会不会经过 二十零会经过嘛 这两个点比目标值多大嘛 然后你可以发现 往左边移动 目标是会增加 往左边移动 能够移动到什么地方 移动到这一点零十 然后就结束了 对不对 所以最佳解呢 就是零十 目标值的就是十 就结束了 不是说 我在帮各位重点复习的时候 我也没跟各位强调 不是说可行解区域 是unbounded 那它的目标值就是unbounded 我们讲过 在我们考前 帮各位重点复习的时候 有没有跟各位特别强调 不是说可行解区域是unbounded 它的最佳解就是unbounded 一定要看看目标式的斜率 去试试看 就是在讲这一题嘛 在讲这一题 所以虽然是unbounded 但是呢 这个目标是画出来 我要看左边移动变大 还是往右边移动变大 画出来之后发现 它往右边移动变大 往左边移动变大 所以往左边移动变大 只能够极致是零跟十这一点 图解法耶 这是图解法 你说这四分该不该拿 我就得该拿 接下来C 换一个目标式而已 如果我们刚才是 负X1加上X2 现在改成X1-X2 斜率会不会变 斜率不会变嘛 都是1嘛 对不对 这是负X1加上X2 这变成了X1-X2 不要说不一样 斜率还是一样嘛 只是变成这个样子之后 它变成是往右边移动会变大 左边移动会变小 所以往右边移动变大 请问我现在是往右边移动 最远最远可以移动到哪里 没完没了 无限大 所以叫做unbounded 所以这里只是考各位观念嘛 可行解区域是无限大 但是它是不是unbounded 要看目标式 目标式如果长成像V 这个负X1加X2的话 是往左边移动变大 极致还是有0跟10 往右边 如果是变成是X1-X2的话 是往右边移动会变大 移动到哪边 移动到极致 就是无限大 所以C呢 就叫做unbounded 能不能 除了难 好像也说不过去嘛 这好像开学两周内就要会的图解法嘛 第四 第一 它说 今天 当我们的目标 目标式 是没有optimal solution的话 是不是代表 是不是代表不存在good solution 就是什么意思 可行解 就是说今天当我们找不到最佳解的时候 是否就没有可行解 请说明看看 这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不存在最佳解有几种情形 两种 不信的话去翻翻看我们的讲义 去翻翻看我们的考前复习那几页 看有没有在里面 你就算没有时间看讲义 我考前复习那两页 拜托点各位 大爷小姐看看 对不对 我有没有跟各位强调 不存在最佳解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不可行 完全没有可行解区域 一种是unbounded无界 对不对 那题目问说呢 如果这个目标 目标值呢 是没有最佳解的话 是否代表它不存在good solution 是否代表它不存在可行解 佛啊 当然不对嘛 对不对 为什么 有解存在 就代表有可行解存在 有可行解区域 怎么会没有可行解 当然有可行解 只不过它的最佳解是 无限大罢了而已 它还是存在 有可行解 不过是无限大罢了 那它说 what probably went wrong 哪边出错了 它说 由于在 它写左边 应该是右边了 在右边少了一个限制式 这不是我写的 助教写的答案 这解答不是我写的 这是助教写的 所以呢 这是由于少了一个限制式 于可行解区域的 左边 不是左边啦 右边 对不对 右边少了限制式 才可以把它变成有界 这是右边 就这样子啊 那你这一题的话 同学们 平良心讲讲 这一题 15分 你觉得要拿几分 才是对得起我 10分好不好 错一点10分嘛 所以第一题是不是要拿10分 第二题拿10分 才对得起我 对得起我 所以到现在呢 你只要拿20分了 到第三题呢 你如果都不会写的话 不用难过 大部分都不会 如果你写得不错的话呢 我崇拜你 如果你会写得不错的话 我只能说我崇拜你 我佩服你 那如果这一题呢 写得不错的话呢 就两种情形 一种是呢 你事先看过这一题 刚好被你猜题猜到 准备到了 那如果你呢 你没有事先准备到 当场这15分 你能够拿个一半分数的话 我只能说 天中一鸣你很棒 我只能说天中一鸣 你实在很棒 不简单 有融会贯通 这一题呢 我认为一分都不该拿到 是正常的 所以呢 我认为一分都拿不到 你不用难过 那就是正常 如果你拿个六分七分 要很高兴 如果拿个十分 叫自己是神 瓜哥的题目就昏倒了嘛 对不对 好了 我稍微讲一下 就知道这一题多可怕 其实它真的不难 难在英文 难在复杂度 今天有一个工 有一个企业 它要造纸 这企业要造纸 那 它有十个pepper mills 十个工厂 简单讲 它今天有十个工厂 那它有一千个顾客 十个工厂 一千个顾客 然后呢 它的工厂呢 用了三种不同形态的机器 十个工厂 每个工厂呢 有三种不同形态的机器 那 三种形态的机器呢 会用四种不同的原料 去生产 去生产 五种不同的产品 十个工厂 每个工厂 三种机器 那要供应呢 一百个 三个 十个工厂 每个工厂有三种形态的机器 那这些机器呢 会用四种不同的原料 来生产 五种不同的 纸质品 产品 要供应 一千个顾客 很多吧 对不对 我们一般都是两个三个 就不得了 有工厂 机器 原料 产品 还有顾客 有五个 平常我们上课都什么 两三个 就花掉了 现在有五个 难怪看不懂 那现在呢 公司决定做什么 决定说 我每个工厂 的每一型的机器 要生产五种产品 要分别生产多少个 那生产完之后 我要送给一千个顾客 到底要怎么送 会让整个 生产成本 还有运送成本最低 比如说 我是第一个工厂 的第一台机器 假设我是第一个工厂的第一台机器 那我要决定什么事情 我要决定 这五项产品 我要分别生产多少量 我是第一台工厂的第一台机器 我要决定 第一项产品生产十单位 第二项产品生产五单位 第三项生产一百个单位 第四项生产多少单位 决定我的生产量 还不止这样子 决定完我的生产量之后 还要决定 我所生产的东西 各位有一千个顾客 我所生产的东西 第一个顾客 我送多少给你 第一个顾客 我派送多少给你 第三个顾客 我送多少给你 还要决定这些事情 不只是决定我的生产量 还要决定 我要怎么送出去 给那一千个客人 满足这一千个客人的需求 所以它的重点就是 它要 在哪里 它要决定一个 Jointly amount 它要决定呢 它要决定一个数量 这个数量是什么东西 是Each type of the paper to be made 它决定呢 每一个 它说 at each paper mill on each type of machine 它就是说 今天我在 每一个 那个mill在哪里 我在这里 我要决定我在每一个工厂 Paper mill 我决定我要在每一个工厂的每一个形态的机器 我对呢 这个纸质品的产量 我要生产多少 第一个工厂的第一台机器 这五个产量生产多少 第一个工厂的第二台机器 生产多少 第一个工厂的第三台机器 这五种产品分别要生产多少 那再下来 第一个工厂的第一台机器 这五个产品分别生产多少 第二个工厂的第二台机器 这五个产品分别要生产多少 要这个东西 结束没有 还没有 还有呢 每一个 我生产五种产品生产出来了之后 每一种产品我要运多少 ship from each paper mill 我每个工厂 我有三台机器 对不对 总产量生产 我第一个工厂有三台机器 那三台机器有生产五种产品 第二台有五种产品 第三台有五种产品 把第一个工厂的这三台机器的 总生产量加起来 是不是就代表 第一个工厂这五种产品的总生产量 然后你要决定 从每个工厂 要运到这个客人 每一种产品要运多少量出去 听懂吗 是不是够复杂吧 听不懂就算了 回去英文多练练了 回去英文多练练 题目是这个样子 所以看有工厂 有机器 有四种原料 五种产品 一千个客人 那要决定在每个工厂 每一个机器 这五种产品生产多少量 然后再决定从每个工厂 要送多少产品 到这一千个客户 可以满足客人的需求 使得总成本最低 总成本包含两项 一个是生产的成本 一个是运送的成本 好 题目是这样子啦 接下来都没有数字 直接看符号 对不对 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呢 这个顾客 对第K种产品的需求量 RKLM 什么东西 在 RKLM R是什么东西呢 在第L种机器 在第L种机器 然后生产一单位 第K种产品 所需要用到的原料数量 机器嘛 生产产品要用到原料的数量 所以呢 MaterialM 所以在这里 所以是今天在第L台机器 生产第K种产品 所会用到 第M种原料的数量 是这个意思 看荧幕我不好看 所以有时候会看不太清楚 好 RIM呢 就是在第I个工厂 第M种原料 总共拥有的数量 接下来 CKL CKL就是说 今天我在 第L型号的机器 在第L种机器 生产第K种 生产一单位 第K种产品 所需要的什么 容量 机器有容量嘛 对不对 机器有工作小时的容量 所以是 所以是第L种机器 生产第K种产品 它要消耗掉的容量 机器容量 好 那CIL呢 就是在第I个工厂 第L种机器 它的总容量 它的总容量 是这样 机器有容量 机器只能工作24小时 工作几小时 是机器的容量 好 接下来 还有叫什么 PIKL 就是在第I个工厂 的第L种机器 生产第K种产品的 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 大TiJK 在第I个工厂 在第I个工厂 运送第K个产品 到第这个顾客的数量 运送一个单位 它的运输成本 这叫符号 人数码 不会不冤枉 最后还有两个符号 TiJK 就是从第I个工厂 运送第K种产品 到第这个顾客的数量 YiKL 就是从第I个工厂 第I个工厂 在第L种机器上面 所生产第K种产品的 总数量符号介绍完毕 这要题目 你看得懂吗 不要说你看得懂了 听我讲完 在座有一半听不懂了 已经乱掉了 对不对 已经花掉了 那这些事 后面是解答 后面是解答 解答呢 Is1到10 10个工厂 J是1到1000 1000个顾客 K1到5 代表5种产品 L123 代表3种机器 M代表 原物料 所以看到我们今天 有几种变化 工厂 机器形态 产品 原物料 还有客人 所以呢 接下来 我们就要做什么 我们的决策变数 决策变数不好意思 叫做XIJKL 四个下标而已 四个下标而已 代表什么 代表 第1个工厂 第1个工厂 在第2台机器 那生产出来的 第K种产品 而且是送往 第 这个顾客 他的数量 决策变数是这个样子 好吧 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解答 自己看 懒得讲了 第一个就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 成本 两个加起来 一个什么 制造成本 一个运送成本 这个满足每个顾客的需求 满足每个原物料的 原物料的限制 那这是满足原物料的限制 这是满足机器容量的限制 结束了 就这样子而已 这怎么写得出来 所以这一题呢 15分不应该拿 放弃是正确的 如果你考试看到这题 还在慢慢写 我总佩服你而已 很配合那些 考90几分的 不知道怎么考出来的 我大概考不到这么高了 考出的时候 有限压力 要把这些题弄懂 不容易 除非你事先准备到 第四题有36分 你觉得第四题该不该 该不该拿 第四题做什么 知道吗 细节我不讲 我就说各位为什么对不起我 这么一个题目 难不难 两个变数码 A做什么 图解法求解 三分 这样子画个图解法 难不难 不难吧 所以各位到目前为止 应该拿几分了 23分了 对不对 我帮各位累积 到现在这样的23分 对得起我了 图解法不难吧 第二个 big M 方法 这个我们小考有没有考过 小考有没有考过说 今天给你一个问题 然后把这个big M 的 big M 的什么 first simplest table 把它写出来 要不要求解 没有 只是把第一个表格求出来而已 这个跟我们小考考的一步一样 一样 有没有叫求解 没有 所以说特别会不会 应该要会啊 小考有考过啊 那你应该要会啊 而且课本后面的构写具体也有 类似的东西啊 所以呢 这五分该不该拿 也该拿 接下来 用 two-phase 构建了 第一个表格 two-phase构建第一个表格 该不该做 我们在考前复习的时候 是不是还很认真的 把我们讲义上 那个课本那个范例 把 two-phase 从头再算一遍 有没有 有对不对 如果你忘记的话 我考前 有没有把这个two-phase的方法 从头到尾 当然不能用这一题嘛 因为我们上课的范例 再讲一遍有没有 有 同学同学 点头说有 所以呢 做出这个表格 难不难 不难 好 第一呢 用这个表格开始 用 simplex把它做到完 难不难 simplex总要会把 这个表格给你 simplex把它做到完 做多久 这是 两个iteration结束 原始表格做两个iteration 过不过分 才做两个iteration嘛 计算或许会有点烦 不过是找到谁enter 谁离开 然后再做个pivot 有没有难 不难 第五个 做到这边之后 请构建 phase two的第一个表格 我们在考前复习有没有讲过 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的artificial variable都已经是什么 零了 把这些变数把它删掉 对不对 把它删掉 然后目标是要回到原来的目标式 但是不要忘记要有一个 变成communion form 靠前有没有再三强调 要变成convenion form 什么convenion form 目标式是由 non-basic variable来构成 所以呢 变成phase two 把那些artificial把它拿掉 目标式还原 再把目标式里面的basic 用non-basic来取代掉 变成这一个 考前有没有作品给各位看 有 只是不同的范例 你该不该会 该会 然后呢 把这个表格 用simples做到完 不好意思 做三个回圈 比较烦 所以这个考试呢 总共要做几个simples的iteration 做五次 做到这里来 是不是都该会 该会 那最后呢 他问什么 他说 in the sequence of basic feasible solution 在精英求解过程当中 哪些是 只是 有哪些呢 有哪些是我们这个artificial problem的可行解 有哪些是什么 原来问题的可行解 有哪些 这很简单嘛 在phase two之前的都是什么 artificial problem的可行解 对原问题呢 还不可行 为什么 因为人工变数还等于 不等于零嘛 人工变数artificial variable 要等于零 才是原问题的可行解嘛 所以说今天在 phase one的时候 全部都是什么 都是原问题的不可行解 只是artificial problem 人工问题的可行解 在phase two之后呢 就是原问题的可行解 是这意思 那这个解答是写说 如果人工变数存在基底 就人工变数是basic variable 就是有值嘛 那artificial variable 如果有值的话 就不是原问题的可行解嘛 那当artificial variable 不存在于基底 就是等于零的意思 这时候原问题就可行 它是这个意思 好吧 这36分 你觉得要拿几分才对得起我 给各位计算错误 扣个十分好不好 这36分 是不是要拿个25分才对得起我 这个考前 有没有特别把two phase算一遍 有 考前有没有拜托各位回去 这些过程要练习熟练 有 对不对 说没有就对不起我嘛 对不对 所以这36分给各位计算错误的 你好歹给我拿个25分吧 加上前面你给他拿几分呢 四五十了 最后一题 你不会是对不起我 对不对 各位我们考前花了多少时间 去帮各位做敏感度分析 有没有 有人点头了对不对 你没有来啦 你有来吗 你没有来还点头 至少看过嘛 有啦 有啦 这么我们考前是不是花了很多时间 跟各位解释那个什么 限制是C的邪率怎么变 对不对 有没有花很多时间 跟各位介绍那个B怎么变 我们考前复习复习了几次 我们那个敏感度分析 讲了两遍有没有 我们的林小姐都还记得 对不对 林小姐都还记得我们考前 考前办各位复习的时候 那个目标是C怎么变 B怎么变 对不对 考前整整讲了两次 可见它的重要性 那为什么我考前要特别强调 当然不是因为考试的关系 但是我在一般上课 我没有特别强调敏感度分析 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敏感度分析 在第六章的后半段 才会讲敏感度分析 真正敏感度分析的方法 是在第六章的后半段 才会讲敏感度分析 那么在第四章 所讲的敏感度分析呢 只是开胃菜 用二维空间的图解法来看看 就像说今天我们simples求解 图解法只是小菜 给各位一个观念 真正怎么求解 simples iteration 第四章的敏感度分析 只是小菜 给各位一个观念 所以通常我不会在第四章 敏感度花太多时间 因为真正的重点在第六章 那只是考试出来了 我才不得不把很多 观念提前先讲出来 所以都怕各位听得不清楚 所以在考询复习的时候 第一次先讲一次敏感度 第二次觉得意犹未尽 怕各位还是听不懂 所以再讲一遍 那你说这一题应该会 不会对得起我吗 第五题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shadowplace 第五题呢 题目还告诉各位什么 你如果需要的话 把图画出来比较简单 对不对 好吧 A问什么 A问说 他的defining equation是什么 对不对 A是问说 他的defining equation是什么 什么叫defining equation 就是最佳解 有哪两条线 哪两个限制式教会而成 这是二维空间 两度 对不对 两个变数两度 所以每个解 有几条限制式教会而成 每个解有两条限制式 三度空间 每个解有三个限制式 这问说 我的最佳解是由哪两条限制式教会而成 那这个注价的解法是什么 看最终的一个表格 它的basic variable是x2x1x5 对不对 x2x1x5 好 那剩下的就是什么 就是non-basic 那你看这个呢 它的限制式 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过一个叫什么 indicating variable 指标变数 对不对 记不记得我们讲过 indicating variable指标变数 那对它来讲 指标变数是谁 slack嘛 x3 这个呢 限制指标变数是什么 x4 对它来讲呢 指标变数是x5 然后对这两个来讲 x1跟x2嘛 指标变数 那根据我们注教的解答呢 如果你真的要按照规矩的话 basic variable是x1x2x1x5 那non-basic就是x3x4x6 刚才那些指标变数看看是哪些嘛 对不对 那就知道说这是两个 是define equation嘛 对不对 就知道啦 我刚刚说过 第一个限制式的指标变数是什么 x3 那x3呢 是不是0 x3是0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define equation嘛 第二个限制式 它的指标变数是s4 s4也是0 就是它嘛 第三个限制式指标变数是x5 x5是basic variable不为0 所以它不是define equation 对不对 就这样子而已啊 这一题 二度空间 你真的忘记什么 叫做什么 indicating variable 真的忘记的话怎么办 二维空间 它叫你画图嘛 图画出来 最佳解释两条限制式教会的 不会吗 对不对 这二度空间 把注教题目都已经暗示你 画个图有帮助 把图画出来 最佳解找到 看这个最佳解释 位于哪两条限制式的教会点 不就出来了吗 你说 是不是应该要会 应该要会嘛 决定shadow price 这不会不会吧 对不对 决定 影子价格 影子价格 Y1 按照顺序嘛 第一个select 第二个select 第三个select嘛 所以影子价格的Y1 等于5分之10 你说 找那个shadow price不会吗 应该要会啊 所以说今天你的 你的select就是 8分之5 8分之10 这三分怎么拿不到 那我问说 既然shadow price就找到了 我今天如果要买的话 要买谁 当时这个8分之5嘛 shadow price最高 所以优先考虑 把resource 1买进来嘛 优先考量嘛 因为它的shadow price最高 第一 就是敏感度分析嘛 对不对 敏感度分析分析什么 B1的什么 改变量 使得它的basis won't change 什么叫basis won't change 考前有没有 再跟各位解释 什么叫basis won't change 有 就是构成 你的basis variable 不会改变 是se s2 s3是basis variable 它还是basis variable 不会改变 这叫basis won't change 你看嘛 这个怎么做 是不是跟各位讲过 B开始移动 对不对 开始移动到哪边的时候 basis variable会不见 然后它移动到最上面 早一点 移动到最下面早一点 找出来一个点是 0.8 一个是2.0 记不记得我们考虑 有跟各位复习过 B要移动的时候 是改变什么 一个往上推 一个往下推嘛 推到不能再推的时候 早两点带进去 不就出来的范围吗 那早到这两点之后 带到目标式 就得到目标式的变动范围 早这两个考虑 有没有讲过 有讲过 对不对 最后一个 早期的变动范围 就是它的邪律 要介于 对不对 目标式的变动邪律 要介于这两个变动的邪律之间 考虑有没有讲过 有讲过 好 所以这个最后一题 24分 你觉得要几分才能对得起我 这样加一加 在对得起我的条件之下 是不是才60分呢 自己看看嘛 是不是 在对得起我的条件之下 而且我这个还是帮各位 35分帮你扣个10分的什么 计算错误分数 对不对 这24分扣个78分 计算错误的分数 这样加在一起 你好歹要60分 对不对 60分难不倒 好歹要拿个50分 平均分数吧 对不对 好歹要个50多分吧 真的是不难 你可以分析一下 除了那题很奇怪的 15分之外 除了那题很奇怪的 15分不该拿之外 15分扣掉 还有85分 这85分 是不是全部在我们上课 的范围里面 这85分是不是全部都在 我们考前复习的范围里面 对不对 我有帮各位耳题命名 很重要的 讲很多遍的 真的有考啊 只是题目不一样 回去找几题 类似的把它练习到完 我有没有一直叫 告诉各位 Simples很重要 要算熟练 你都把它算完了 这个考试 拿个六七十分 能不能难 真的一点都不难 你不要说 这考试考得多难 你看 听我这样分析完之后 你觉得考得很难吗 真的一点都不难 真的一点都不难 唯一比较的就是那15分 真的是在超过 真的是有点 那回家慢慢看可以了 当作业可以了 在考试这么紧张的环境之下 那一题是 除非你刚好有看过那一题 否则你是不太容易做得出来的 好 对于刚才的讲解 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吧 就先到这边 好